许多人以为失智症是老化现象 失智症并非正常老化 它病因复杂 大部分的原因是阿兹海默症 其实我们也常常遇到说 家人不了解失智者已经有困难了 有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比 失智者没有病逝感还要再严重 退步可能就是跟三年前五年前比 它只是一些事情 它可能做得比较不好 所以当有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作为家人 作为儿女 就应该要早期发现 目前除了药物治疗外 失智症也有怀救治疗 音乐治疗等非药物治疗方式 而今年张旗 古巴大乐团举办 《忘不了我们的歌》演唱会 邀请民众一起关注失智症议题 也希望透过金曲怀唱及分享 让失智者能够投入音乐 适时怀救以延缓病情 我们希望台湾失智症协会 我们在艰困的日子 我们撑下来了二十几年 了解什么叫失智 现在已经年轻化了 所以我们要多用大脑 预防性的 如果有失智的症状 自己要及早发现 要有病逝感 就像我们有一位老哥们 他在台下什么都不记得 你上台就会唱歌 一个字就不乐 所以失智症的照顾 虽然有一些很好的方法 但是是很个别化 要了解每一个人过去的好物 设计一些适合他的活动